投資長真的很多中小型個股表現很強喔 省準今天創歷史新高 盤中大漲5% 還有五夠紅愛浦呢今天漲了3% 創圍也漲3% 今天的標題寫說 愛浦創圍省準再噴出 難道台股也要噴出了嗎 台股的確要噴出去啦 中小型個股多強 為什麼這麼強 我會告訴你原因 我甚至告訴你原因 為什麼中小型個股這麼強 會帶動台股 你看不出來 正式要噴出去了嗎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2月17日 台股開盤15503點 中廠收在15479點 跌70點 昨晚美國1月 PPI月增率公佈 0.7% 高於預期創8個月新高 代表美國的通膨降溫 速度趨緩 顏準會官員又放鷹 因此美股自大指數全數收黑 那也影響到台股大盤 今天是開低震盪 下周的行情會是如何呢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 經濟日報 全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 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陽投資長 投資長好 Nuna 各位朋友大家 大家週末愉快 對 週末愉快 我相信 有看我們節目的投資朋友 應該是週末 很愉快 好 投票來你說 對啊 原本以為 昨天台股已經揮別了 被巴菲特分手的陰霾 但沒想到昨天晚上美國PPI公佈 高於預期 加上那個聯準會官員 布拉德 表態支持說下個月要升息兩碼 所以今天台股就跟著下跌了 可是 小型股有跌嗎 沒有 很多小型股都在漲嘛 對不對 沒關係你繼續說 來 但是投資長很認真 半夜的時候在Telegram上還陪大家 數星星 不是 是數那個廢半的K線 這個就是老人家了啦 老人家了 睡不著覺 然後就想要跟大家發發文章 好不好 記得加我們的LINE 跟Telegram 尤其是Telegram 一定要加 好不好 我們其實 點我們的那個 YouTube 的標題 都可以加這個Telegram 好不好 我們畢竟是全台灣粉絲人最多的 很多人 晚上也是沒跟我 跟我一樣 沒那麼早睡覺 有時候啦 或者是 有時候我一累 我就 晚上就一下子 就是比如說回到家嘛 有時候差不多10點多回到家 可能到12點醒來 順便看一下美股 再繼續睡覺 然後你說 那很明顯 近期的 紅K是大於綠K 是不是 讓投資派我們 不用太過擔心 當然不用擔心啊 我們等一下繼續跟大家講 我幫大家數心心一下 如果你沒看我這則簡訊的人 好不好來 你繼續說來 正如投資長所說 中小型個股持續噴出喔 省準真的是百發百中 今天創歷史新高盤中大漲5% 還有免費送出的五夠紅 艾浦呢 真的有投資獎的愛喔 今天漲了3% 愛現在流行這樣是不是 韓國的 臉頰愛心 臉頰愛心 好你繼續說 好那還有創委呢 今天也漲了3% 那想問投資長下週的台股該怎麼看呢 一推股票 你少講了一些些 沒關係 跟大家講 有好多股票 下週我跟你講 還是小型股的世界 我就覺得有些玩友 就是喜歡尬褶褶 我都平纏心 他尬一尬 褶褶 其實 台灣50還是賺了七八百萬 就是有昨天我跟大家講數星星嘛 你說褶褶你好不准 褶褶你別再來了 因為我數星星 因為昨天這 非凡指數是紅K嘛 我們來看一下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左半邊是不是綠K比較多 右半邊是紅K還是綠K比較多 紅K 紅K啊 那其實他常常很多利空嘛 是不是 他其實這些利空都 你覺得很像很多利空 為什麼 因為CPI 你要搞清楚喔 不論是CPI還是PPI 努老師請問一件事 是 是真的沒有下滑 還是只是下滑的不如預期 下滑不如預期 是下滑的不如預期 不是沒有下滑 我們的那個CPI 美國CPI是 從6.5 預估到6.2 這是華爾街的預估 可是 實際就從6.5到什麼 到 6.4 他還是下滑 而且這個 而且為什麼下滑這麼少 最主要的因素 聽清楚 是因為改變權重 改變權重 由此這一說 好 那不管怎麼樣 至少是下滑 那 這個是CPI 是 Consumer 是 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 對不對 那PPI是producer 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生產者物價指數也有下滑 本來是預估 從6.5 下滑到多少 6.4 我看一下沒錯吧對不對 6.5下滑到5.4 對不起 6.5到5.4 然後實際呢 只有6% 從6.5預估到5.4 結果 6% 他也有下滑 只是下滑速度沒有大家想那麼快 就這樣而已 Let's all 就是這樣子 就其實不論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或者是 消費者物價指數 他的確在怎麼樣 下滑中 你們要先聊一件事情 聊一件事情 聊一件事情 今年他是慢慢漲的行情 就像我所喜歡的卡 上就下 下就上 你看喔 通常來講這麼多紅K 應該是長很多 有沒有長很多 沒有 他這邊你看這邊震盪 這個區間整理平台 感覺好像很多紅K 為什麼 上去的就下來 下去就上來 上去的 怎麼樣又下來 就這樣子而已 這台灣股市看起來 漲不多 是 所以我常常說啊 你不需要嫉妒澤澤買台灣50 自己砸台灣50 砸幾千萬然後現在賺幾百萬塊賺1000萬 我一直說我不當分析師 其實可以賺更多 因為台灣50他是賺得很慢的 可是他很安全 就這樣他很安全 我憲童朋友你要搞清楚我的邏輯 你才知道說 這節目我要怎麼去 幫你啦 我要怎麼去幫你 等一下不好意思喔 澤澤有點強迫症 要求完美 可是我覺得我每次責都責不好 對啊很討厭 好我們來畫面給我 人帥就好啦 謝謝你 可是帥喔 我跟大家講很多人說 哇 有些人覺得哲哲算帥啦 有些人覺得哲哲還好 其實都取決於 我股票有沒有讓你賺錢 我股票讓你賺錢的時候 我跟你講走在路上 都會一堆人幫我當大明星 你知道嗎 我沒有讓你賺錢的時候 走在路上我都很怕 你對我生氣 不過你風險你自己要注意 好不好因為我們畢竟是個投資顧問 來畫面給我 所以說我一直跟大家講說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音師 這邊大盤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區間盤整理盤格局 所以我說上半年 我覺得 很好 我們先看1萬7 我就很滿足 如果到1萬7 偷笑 在我的心裡面就目標就是100分的 好不好 好不好 這有跟大家講 100分 如果能突破1萬7 上半年能突破1萬7 你知道怎麼樣 超過100分 如果超 我就給他 102分 你知道什麼加2分嗎 為什麼 加2分給台股 我愛大家 好不好 你也會愛我 這2分 好不好 請跟大家講 所以這行情 我跟大家講 所以台股對我有愛 好不好 那你不必去管巴菲特 像我講的 我希望大家 看我們節目 來 那我要看我的節目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件事 現在最夯的很行情 因為你覺得說 哇投資產 你有沒有幸運航空 因為新貴股票 我比較少推薦 因為新貴股票 他比較 他比較 誇張的走勢 那有時候斬跌幅比較誇張 好不好 那成交量其實已經整個就是佔新貴好像聽說到一半的成交量 是幸運航空 不過我們不免俗來講一下好了好不好 來 幸運航空有沒有看到 哇塞 這樣漲 哇塞 從20塊漲到33塊 我覺得健好就收 好不好 畢竟是航空股 好不好 畢竟是航空股 好不好 我覺得健好就收 如果你要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2618的殘隆行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有比較行情 那其實現在最夯是什麼 最夯是我之前的晚品 跟什麼 2707的 精華 我還記得我自己買精華跟晚品的時候 我被一大堆會員念跟罵 選什麼股票 結果你看我精華跟晚品的時候 你在單分析真的很難為你知道嗎 我在1月的時候跟12月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我賣掉精華賺多少 能不能 超過50% 對 問題是掛在249元 有沒有看到 是 超過50%對不對 好 現在283 我賣這邊 對 我賣249這邊 這250嗎 對 就會再噴出去的 精華還好 看了精華對不對 你還好 你比較 你只是看精華你想去精華 怎麼樣 吃吃他的牛排 那Robbins牛排還蠻好吃的 謝謝憤一下 可是如果看了晚品對不對 相信我你不會 想要吃晚品牛排 你會想要中風好不好 為什麼 這個開玩笑因為氣到中風 為什麼 因為褶子賣在七張點 可是你說褶子賣在七張點嗎 我們來看一下 晚品最高獲利40% 你們哪賺40%還不行嗎 很多耶 一堆投資朋友 沒漲 也罵我 賣掉的時候當天沒有罵我 賺到 如果晚品168走掉對不對 對 168走掉換到現在 因為現在250幾了 現在251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到現在賺到賺100% 是 朋友真的很少分 其實像我這樣 40% 50%才走了 所以 我也 所以說股票 我只跟妳講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喜歡看我的節目 因為我的股票我就選大股票 我不會選那種 我不會讓你任何懷疑 我郭子龍會跟主力配合 同樣你選分析師你要選這種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跟大家講 我不知道批評那些YouTuber怎麼樣 畢竟 如果 願意做合法的 誰願意做不合法的 我要做合法的分析師 因為合法分析師我們規定是非常嚴的 你分析師如果你跟會員買同一攤股票 你是要被停牌的 你知道嗎 可是那些比如YT YouTuber那些 他是沒有法規限制的 可是相對的他給你收費 他就有種在法律邊緣 這是違法的 你聽清楚違法的 不然我們這些分析師繳稅是白癡嗎 對 你懂嗎 我們受那麼多監管是白癡嗎 所以投資票我要一直跟大家講是說 來 很多股票他比你想像中強得很多 可是 至少我告訴你我郭子龍推薦 絕對是好股票 網民誰沒聽過 我賺48走掉 我對得起大家 你要我賺100%走 不好意思 我做不到 因為我不是神 就連巴菲特有時候做的比我短 他台積電最多賺10% 最多賺10% 因為他第四季是台股低點 第四季是台積電最低點 他最多賺10% 我郭總賺40幾% 我比巴菲特強的3倍 有什麼不對 所以你們要找股神 你們要找我每天找地板 拜託你不要找者 可是你們要找最認真的 晚上跟你凌晨數星星的 跟你在數股票K線的 請你記得找郭子龍 認真努力不是用嘴巴說而已 我先更大 我去燃燒我的生命 這對我來說他就是個興趣 他就是興趣 你知道嗎 我要常常跟大家講 我要跟別人講 我說如果我人生的幸福 如果是心肌梗塞 當然我也怕 如果是心肌梗塞的話 我寧願在這個時候 這個moment 在這邊突然就拜拜了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我熱愛的工作 那你同樣的價錢同樣的匯費 你為什麼不找我這個分析師 講標股每個人都會 那為什麼之後我突破經濟日報 選冠冠軍 基礎寶石 為什麼是我一再突破 1G 180% 我可以算個5G 10G 1000% 問題是我們就是賭1G嘛 對不對 這個比賽就是1G嘛 就像我啊 很多人批評我 為什麼他連100萬台灣50都不敢買 你說1000萬他沒有沒關係啊 不是每個分析師有1000萬嘛 是不是 你可以買100萬台灣50跟我反的做啊 為什麼 你們每天很多人在笑我 可是你們知道 我很誠懇 誠懇不是說嘴巴說的 行情不好我照樣面對 行情不好我禮拜六禮拜天還來加班 還錄影給你 安撫大家心靈 所以有時候勝利屬於我們的 賺40%我滿足的 因為接下來我要賺更多的 因為我跟妳講一件事 通常40%到一個人體的臨界點 除非這行情大好 為什麼你看王平他也足足 這邊震盪 他是兩段式的走法 這邊走一段對不對 對 這邊賺一段他休息了在一兩個月 才休息這邊 如果這邊我沒有走掉一堆人你就會罵我 所以我覺得我出掉正常的 因為我要選下一檔股票 像3558省準有沒有看到 省準 你這種股票 這個階段因為你賺50%現在很多人 就散戶了心理來講 那我跟大家交一下 一檔股票賺100% 他報上報下他不會舒服 賺到錢他不會謝謝我 可是一檔股票50% 另外一檔股票在50% 他抱得了 喔 他抱得住 是 我說的沒錯吧 因為他覺得有賺錢的快感 他覺得低檔股票有獲利下車 低檔股票我在賺 而且 1.5 15 50% 再一次50% 不是什麼 不是賺到200% 100萬不是賺到200萬 是賺到 100萬賺到225萬 所以兩次的50% 是從100萬賺到 225萬 是賺 125% 先跟大家講 所以 省準 慢慢的慢慢的跟大家講這走勢 你看省準 噴出去 那省準噴出去 我也請來看一下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現在的行情就是 看怎麼樣 福利社們講看大做小 就這麼簡單 其實就不要多說了 看大型股市我台灣50要看 我都不緊張你在緊張什麼 全資股本來就是要有耐心 你看台積電一年就只有一次 去年是這樣子一次的遠遠行情完全沒有了 今年會不會有還是會有 我們現在念一下公課省準的簡訊 看看是不是超過50% Luna幫我念一下 謝謝 恭喜358 省準盤中上漲超過5% 股價創下歷史新高 從我們買進到現在呢 獲利 最高已經超過50% 投資長持續看好他 手上持股 獲利續報 省準 Luna不知道 做了幾次 我是省這手的一個走勢對不對 對 這樣 是不是 好不好 其實昨天主持人儀會好像也有做這種類似的 好不好 所以我都跟大家講 我都講得非常清楚 省準你自己看 漲了多幾次 你每個人都可以講得一嘴好股票 誰是正面的勇敢對決 我就是秀出來給你看 而且我一直跟你講你開頭看我的 演講人數 都沒辦法造假 對戰單 可以秀假的 因為只要事後秀都可以秀假的 我不屑我就就事前對戰單 台灣50我說要買多少就買多少 就這麼簡單 我個性這樣怎麼 我告訴你我要多少來出就多少出 我出了以後我要回饋社會 我要捐兩百萬以上 我就是要這樣做 都按照我的流程裡面做 我的個性 所以我要告訴你 我的簡訊沒辦法作假 我也不屑 你真的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眼睜睜看著我 做每一件事情 我很喜歡這種挑戰 因為我認為只有我這樣看要性 不好意思 我講話很臭屁 可是我的臭屁 我的自信來自於 我比誰都努力 我們來看一下3558的省準 盤中散漲超過5% 超過50% 我持續靠他 手上持股 獲利續報 你股價你就是要慢慢的 慢慢的堆疊 獲利感覺 有部分下車 你再賺一檔股票 兩次50% 是賺了125% 不是賺100% 所以 我們在超越跌峰 再一次一次超越我的極限 這是3558的省準 這省準就算了 省準就說 這這 我沒有 我不是你會員 那你們通通都有 有沒有送這個新春五夠昂 有啊 新春五夠昂你們自己看 送這資料 送這五檔資料 第五檔 是牛皮全職股 我照實都跟你講 他會怎麼樣 有機會 有機會噴出嗎 3000元 全職股用3000元 這什麼股票 呼之欲出 我根本不怕你講 我根本不怕你知道 因為這份資料 在股市同學會 在Dcar 是在PTT 好多人都在傳 還有一些群組在傳 為什麼 因為索取資料人就快2000人了 對啊 你要選就選第一名分析師 哇很多同業的喔 你知道嗎 比如來我們這邊應徵啊 比如應徵業務 我跟他講2000通 索取資料 瞪大眼睛 我跟這麼多老師沒有人送資料可以要 可以2000通資料 可以2000人沒有資料 我說你看演講人數都知道 你知道嗎 我說這代表你不是我粉絲 你都不看我節目 這樣不能錄取喔 我都開玩笑 不過真的 還是要看我們節目嘛 一定要來我們這邊 當然是要看我們節目 不過我要跟他講 2000通 跟他們這邊都很幸福 都很幸福 因為我希望讓每個業務人同能 賺到錢 我們不會去剝奪他們的資源 不刻意去剝奪他們的資源 來這邊你自己看年薪 有沒有比台積電高 有啊 平均年薪絕對有 台積電你做的要死要活 壓力也 壓力還比我們高 所以我要的就是一個創造 就像我希望回饋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我身邊的人 大家很開心 我講是業務等級的 業務的 就連台積電他之前還不是 要 幼教員老師 他起薪好像三萬多塊而已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隊員工 這個這扯遠的 我只要告訴大家 我的心情是這樣子 好 這個都是無資產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才說過了 省準 你們 很省準 你沒有 你們要消酷訊 你自己看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都是在 怎麼樣 1月30號 封關第一天後 開封門第一天送的 看一下這個創維 創維也是會員股票喔 6月1次創維 在什麼 1月幾號 1月30號吧對不對 對1月30 來這邊 創在這邊送 不夠漂亮嗎 很漂亮 你看一下100塊 在100塊這邊送 錢多少 123 很好算吧 賺23% 創維如果 你不知道創維是我最愛中壓的股票之一 畫面給我 你不知道創維是我最愛中壓的股票之一 不好意思 你不是我親愛的粉絲 你不是我鐵粉 你不是我會員 你可能不是我會員 創維拉成這樣子 噴出去 我要選的股票 是選有價有量的 我要選的股票是你認同 其實你好像聽過 又有一點沒聽過 因為有些人參加我會員他不喜歡 投資啊 台積人我會喜歡我自己買就好 可是你要選是說 我選在買這7張點 有價有量 而且這些股票我不需要跟主力配合 也不屑 你看一天2萬 一個12萬 那個主力都要增加幾十億的主力 主力啊 是不是 要出他自己出 我選股票有價量為什麼 Type-C每個人都知道 這個Type-C的族群每個人都知道 今天Type-C的族群就是這樣子 他就這麼簡單 你雖然說這麼簡單能報勞有幾位 就像啊 現在可能每個人都有完品 每個人都有精華 在低檔買的是誰 是我 我凹得住性質 我那次被多少會罵 被多少會罵 可是現在 一堆人說 哲哲我要續約 一堆人說謝謝哲哲 謝謝你我的股票真的很強 你知道嗎 還有什麼 5351的預算 也真的很強 好不好 也真的很強 其實這個會員 我最近之前會員有回聯家專案 但是扯遠了 我今天不知道推給你們 我再請我特助提醒我一下 我們再發一次給 同仁們 提醒他們 因為我們最近股票真好強 這是我跟 那個特助的對話 你們可以不用理 因為我想到就做什麼 我是這樣的個性 只是有點過重 可是因為過重 反而讓我的 讓我的思考易於殘忍也沒什麼不好 就是跳躍式的思考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來來來 外資賣超116億 我覺得還好 因為昨天美股真的比較弱 我再講一次 PPI 不是沒有下滑 是下滑的不如預期 你只是到鏡頭 隧道鏡頭的曙光 你覺得曙光來了 可是你不知道隧道鏡頭 你移越前面只有100公尺 沒想到還有200公尺 就這樣子而已 隧道鏡頭比你想像中長一點 可是你真的看到隧道鏡頭是什麼 好不好 你真的看到隧道鏡頭的曙光了 就這樣子 每個人都知道今年就升息完畢 要嘛就明年年 要嘛就今年年底降息 要嘛就明年降息 Everyone 每個人都知道 所以你要平常心啊 好不好 那這個 SCFI 又下滑了 又跌了 SCFI下滑 你只能 還好處想 貨櫃怎麼樣 他還打 他還打底 今天有剛剛 女生說哲哲 我有跟你講貨櫃一定要等報價起來才涨 我講很清楚了 你受不了 你想要換貨櫃想要換別的股票 歡迎你 歡迎080668085 或者會員朋友 因為我們一些會員朋友還是有 我講實在話 你想說哲哲那我不曉 我等貨櫃指數 貨櫃的報價散揚再散揚 OK 我覺得很奇怪是 其實我常常講貨櫃 我只要一天沒講 或者一小時沒講 可能你就會罵我 真的很誇張 可是我就是近期載我 因為我就30分鐘 我不可能滿足每個人 對啊 你懂不懂 可是我就近期載我 我很努力 你看到我努力 就要每個人講說 哲哲 你會常常錄影 哲哲 你基本上你沒在請假 我沒在請假 我連出國都錄影 這是我個性 而且我錄影的堅持就是要在攝影棚 因為我要求最完美的品質 最完美的燈光 最完美的化妝師 最完美的小韓 我們在唱歌 我們還開玩笑 我還說我 選股票我今天請他準備好一首歌 你知道什麼歌嗎 什麼歌 就是叫他唱那個勇氣 因為現在買股票是需要勇氣的 看起來大盤行情好像在做頭了 可是他是在買 小韓昨天有人cue你啦 你可以再唱一次歌嗎 勇氣好不好 唱給大家聽 好沒問題 好沒問題喔 Ready go 愛真的需要勇氣 來面對流言蜚語 繼續 後面忘記了 好啦 他好害羞喔 他根本不是這麼害羞的 男生 蠻帥的喔 要提早say好 蠻帥的喔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有感覺 你們就是不知道他是誰 不知道是誰 是誰 是誰 所以小韓知道當分音是不好當吧 唱歌緊張成這樣子 來 所以OK 給他如果覺得他不錯的 按個讚好不好 給我們節目按個讚 或是按加1 按加1 好不好 按加1 好不好 覺得不錯的 好不好 或者覺得哲哲準的 覺得哲哲 那個股票很準 或者覺得小韓PG很準 那個Key很準 按加1 通通按加1 加1架起來 好不好 那樣貨櫃這樣跌20點 SCFY 罵起來 可是我說罵起來 你就怎麼樣 他會打底 你也別覺得他會很破底喔 所以這個時候 一定要看SCFY 第二個要看報價 其實這個相輔相成的 就像今天 友達之前不是說虧百億嗎 拉起來了 營收 笑死人 股價嚇死人 是不是 是 3454的什麼 這是精銳 還有慾創 天域啦 4961的天域你看 展成這樣子 驅動IC 連動的什麼 報價 我那時候說聯勇上去 我就告訴你 友達不會太差 所以聯勇還是我們的股票喔 奇怪為什麼今天特助沒有秀聯勇的簡訊 也算是蠻新高的 沒關係 我回去再念他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太多簡訊要算 你不要看聯勇網絲展 然後一點點而已 你拜託你看一下好不好 就技術線圖來講他這一波 他說 從208漲到404漲到 是不是 台積線漲50%他漲快一倍 就一倍嘛 是 208最低沒看到 這是208 那這邊呢 最高呢 404沒看到這個價錢 408 208跟408 416就100%嘛 100%了 處處有標果 這時候100%了我該走了 我就跟你講了你需要小涵蓋的唱歌給你勇氣 來 為什麼要勇氣 要有勇氣進場嗎 去年最高多少 600塊 前年最高600塊 600塊沒錯吧 對 那現在漲到404 到600塊我就回 我就不要穿新高就回到600塊 怎麼樣 我還有50% 好你說這些股票漲100 漲一倍沒關係 那我很多還在打底股票你要不要 大魔笑死人啦 今天要調價目標價 南電不是在買嗎 南電不是在買嗎 先善 就後下 先下 就後善 就是一個卡字 卡字就是善 這善嘛對不對 對 跟下 合併的一個字 這是我今天的代表字 你看哪個分析師像我一樣 這麼精準明確告訴你台股今天走勢 同樣我一直跟大家講你不要看喔 你看今天台灣股市來 大盤是漲還跌跌70點 我們看看善櫃 漲還跌 漲 漲是紅色的 所以是我說的我說跌150點大盤休息 可是個股不會休息 我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有 我講好清楚最近漲下去說整整不準的 昨天還是善櫃比大盤強啊 今天更明顯 善櫃比大盤強多少啦 台灣股市沒有要創新高是事實啊 那沒有錯 你們用一分鐘來看我的 來看我的日K來看我的月K 這邏輯對嗎 可是沒關係我不在乎 因為批評我是少數 愛我是多數 愛我是多數 所以同朋友你要去想看你要展分一次 好多股票他是噴出去的 為什麼說噴出去我們再看一次 剛才那省準嘛 創委 秀簡訊囉來我剛才秀什麼 我剛才秀的是五夠紅跟妳講創委 對不對 省準完以後跟妳講 說省準是我會員的沒關係 啊這不是會員的喔 應該說這個不論是會員或不是會員 我都有給你機會上車 是 你不能當那些老司機啊 我要不要上車啊 我真的有機會給你上車 我們來看一下上車 來 創委我們來唸一下 刺激妳 省準 這一堆股票 那我們不免輸了 這些股票強就算了 我們看一下大家的反應好不好 來 好看一下聊天室 好好聽 加一有沒有大家講加一啊 說他唱歌好聽 然後說我很準啦對不對 這只是很認證分析 大家一直在跑訊息有沒有看到 好不好 導播厲害 好好聽 真的 你比想好聽耶怎麼辦 你比育凱真的好聽耶 耳朵懷孕了 這個怎麼辦 難怪你每次都說你很容易那個 你都兩條線 之前他確診兩條線 沒有啦 NUNA跟哲的互動很趁直 謝謝 哲哲很準 加一加一 來來 期待如山見真面目 這蠻帥的喔 我跟你講 加一加一 大盤是什麼聽不懂 連大盤都聽不懂我沒辦法 這台股的意思好不好 加群指數 有夠好沒更善 有沒有看到 你看很多人都講 好不好 好 我們訊息裡面還蠻多的 那今天我們看一下 今天直播人數也有1000多啦 不算多啦 1157這個1 有沒有看到 157 所以157 那可是整個點閱率還是算高 我說就我的點閱 直播其實是1000多已經算很多了 明星期直播還不會那麼多人 對啊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你想想看人家長輩子 那我們趕快看一些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是拉起來的 是 來 創為天域 年最慘的敦泰 6531的艾普 艾普我們也有會員有喔 可是艾普我比較偏向你就是給 特別會員的 我要講 特別愛給特別的你 好不好 來 這老歌啦 你有聽過嗎 應該沒聽過 沒有 慘了 難怪你會笑一下 這老年的歌 好不好 6531的艾普打信號 這是因為股數 那個面額的不同 其實你買的價格還是一樣 6531艾普有沒有 有 噴出去 艾普 我跟妳講 艾普那時候為什麼 我其實還最近的叫人家來進場 很簡單 因為我是用十字線來看 這種強制股十字線打到的時候有沒有 買進 跌破 寧願在這十字線買進 所以他IP七字財下禮拜有機會噴出去 IP七字財絕對是主流中主流 你說國防啊工業啊 其實那是大戶 要不要去炒這張股票 喔 那他拉進去拉上去 他強任他強 我這個就這樣 清風 否三甘 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就有很多人說 你股票一點點多 有嗎 生計我什麼時候買 很少買不能說沒有 可是很少買 我就選我堅持的股票 就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IP七才他的確有 因為你要做原宇宙 你的IP七才這一方面 你不能什麼都需要 卻GPT他其實也需要 我本週末有個節目 我本週有個節目很特別的 台股爆爆爆 你要訂閱我的頻道才有 台股爆爆我說什麼 很簡單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卻GPT 卻GPT 卻GPT我怎麼說 我要說得非常清楚 欸 很重要的是什麼 用卻GPT 來幫你算出來 算什麼 算出來你一個月只要存多少錢 喔 你就可以30年後賺5000萬 喔5000萬喔 用卻GPT幫你算的喔 那到底要怎麼存 我幫你驗算囉 好 這也是我們特別單元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喔 你等一下看一下 參考一下好不好 好 存在以外我慢慢來跟大家講這些股票 來來慢慢的慢慢的來 來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股票慢慢來 292華新歌你看5夠紅真的很強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華新歌看起來也要噴嗎 有沒有感覺 有 這也是這邊送的 你不覺得我送的很漂亮嗎 嗯 然後時日線 下去又再上來 所以華新歌現在有被動員券 大家都有了喔 沒有關係 而且我要跟你講的是今天股票真的很強 你看喔 你看元泰有沒有漲 漲 元泰我講了幾次 就這樣我講喔 你看我那時候說200元以下 你都要閉著眼睛買了 我們這樣講 你知道我被人家罵了多長 啊現在有沒有還我 有沒有還我道理 有沒有還我道理嘛 有 220這邊跌下去 190在這邊的時候 200塊的時候 200塊以下我一直被人家罵 這邊是那裡有找買點你不理我 嗯 然後勒 就像600元以下台積電是老天爺送給你禮物 你不理我 然後勒 就像我台灣50一樣 110幾塊買 不到100塊我又再加碼 我跟你講到時候我等我出掉的時候 我跟你說什麼叫做事前對賬單 那個我可以跟大家看重播 我都每一次買的時候我都暗示你 我只能指引明示你 這才就是真的 而且我告訴你證交所網站可以查到 我的帳號 我還秀帳號 要有資格做這樣子 不然 其他秀對賬單的我都不屑 那都有造假的可能性 我可以很大聲跟你講 我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我只有Guts 我只有勇氣 沒有人敢像我這樣子 公開預告要買什麼 公開預告要賣什麼 我也是很多股票告訴你 我現在要轉幾%要走 常常跟大家講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行情要噴出去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我精銳我最近用進場 因為之前好像賺40%走掉 精銳其實 我們今天MSCI 我們在福利市的時候 分析師 會做 這個其實跟我的想法也不謀而合 還蠻專業的 他其實告訴你 其實中小型 MSCI 中小型個股 其實最近納入成分股 都有機可塗 都有機會噴出去 精銳也是有點拉尾牌 有沒有看到 創意現在最紅的創意我沒有 現在我沒有 創意也拉尾牌 精銳也拉尾牌 這還不夠嗎 還有6104創意也拉尾牌 是不是 有沒有 還有什麼 8069 創意喔 沒錯 源泰 源泰也拉尾牌 所以這些股票 通通在拉尾牌 你還搞不清楚下禮拜股票要噴了嗎 我跟大家講喔 其實 本來就是這樣講 我講過大軍未動 兩朝先行 大盤沒有動 可是 這個個股創意 個股噴出去 代表說 今天股票真的很強 所以我一直要講你去想看你要沾牌 我剛才已經秀好多膽了 你看 這個你看 我剛秀華新科 創意愛浦 這是公開送的 快2000人索取 3675的得為 這也是一樣 你不要看今天回膽 可是他漲了多少 他漲最多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沾牌 那我們創意 那會員朋友們當然最開心 好不好 你去想看你要沾牌 想清楚 想明白我好多股票要噴出去 創我下禮拜應該會噴出去 去想明白你會發現到 就像我說大軍未動 兩朝前行 好多中小型個股 他全面噴出去了 台灣股市今年就是上跟下 什麼意思 他是區間整理平台 可是他是慢慢的慢慢的 往上的區間整理平台 看起來很緩慢 那講是大型全資股 可是也就是中小型個股 他跌了30% 跌了70% 跌了70% 展一倍剛好而已 展一倍還不會創新高 你要利用他展一倍還沒創新高的過程中 就算你說什麼逼波反彈也好 空頭反彈也好多頭反彈也好 花一份那不重要 你去定義這個東西幹嘛 重點是反彈過程中你可以賺你50% 賺你100% 是不是這才重點 而且我看起來不像空頭啊 你知道嗎 多頭空頭 你知道嗎 那都不重要 重要是你可不可以賺到錢 我相信各位 不是豬頭 因為你選擇這則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同廟 這個行情我一直秀coaching 一直要刺激大家 我是希望你 去想想看這些股票 我們一講再講 3558的省準 還有 6104的創違 這些股票 一講再講 3558的省準 這種走勢圖 你去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 想清楚想明白 歡迎來跳起 08668185 0800 來來 幫你幫我 也預祝各位能夠 賺大 錢 請各位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過檔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 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 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贊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 LINE 以及加我們的 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